来来来 在这里 每一道食物背后的故事 都有人辽若指掌 感谢用心耕耘的人 以及懂得品尝的你 农民食堂开饭了 一起吃饭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农民食堂开饭了 前阵子全球瞩目的 奥斯卡颁奖结束后 大家见面常常问候一句话就是 那部得奖的电影你看了吗 其实早在公布入围的影片的时候 就开始引发讨论 毕竟能入围就够不简单的了 其实在台湾的农业界 也有一个大奖 我们也应该要流行着 最近那个得奖的农友 他的农产你吃过了吗 因为这个奖项 就是颁给农业从业人员的 这个奖关系着我们生活的环境 我们吃的食物 但是因为不是娱乐新闻 所以很容易被媒体报道给忽略了 那就是去年2019年举办的 第一届永续善农奖 从字面解读 你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表扬 注重环境永续 友善土地的农人 但这样的农友非常多啊 所以永续善农奖 是特别针对执行IPM管理成效优良的农友 嗯 IPM 听到这里会卡关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再复习一次 IPM就是作物有害生物综合管理 Integrated Past Management 简称IPM 它是基于预防剩余治疗的观念 透过农友细心观察 监测病虫害 并且有效运用防治资财 栽培技术等等多元的防治方式 将作物的异病 害虫 杂草等等害物 控制在不影响经济生产的范畴内 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老实说 对于台湾 绝大部分都是惯行 使用化学农药的农友而言 IPM管理的耕作方式 是最容易学习的 并且可以达到化学农药减量的耕作技术 所以农委会参考了国际推广的经验 举办首届的永续善农奖评选活动 获得了广大回响 收到来自全台湾各地区大概70件的报名 竞争很激烈哦 历经了两阶段的审查 半年的时间评选出来 选拔出优秀的10位入围者 在108年12月4号 举行了颁奖典礼 公布了三名得奖者 他们分别是三光米股份有限公司 还有张简玉峰先生和游淑珍女士 当天都有农委会成级众主任委员 特别颁奖表扬 其实光是要入围就很难了 因为那是要经过植物保护领域的专家们 进行了书审还有田间审查 才从这技术层面评选出10位入围者 其中一位我们今天邀请他来上节目 最近正值草莓上产的季节 不管是草莓园的产地或餐桌上的糕点 都被这个迷人的水果攻占了 但是也常传出有药物残留的消息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针对草莓 邀请来自苗栗大湖的卡大列草莓园 第二代经营者袁静青小姐 他这次也获得永续山农奖入围的肯定 扭转草莓给人农药残留的刻板印象 袁静青他从去年开始接受 农改厂苗栗厂团队的辅导 和实习植物医师合作 利用有益维生物 还有天敌昆虫 性费洛蒙等非化学的农药资财 彻底的实践IPM管理模式 大幅减少田间农药的施药量达到46% 好消息是草莓的产值比起冠形田区也增加了三成 所以整个带动了周边草莓园的农友们 一起往健康种植的方向前进 我们快来听听这位传承自公公婆婆的草莓产业 可爱的袁静青 谈谈这一路上的辛苦与收获 请问一下为什么农二代里面 先生没有直接接而是媳妇 是袁静青小姐呢 我学习能力比较强 没有 刚刚漏掉没有录到那句是静青说 因为我比较聪明 我们来看看种草莓到底需要多聪明 这可能对很多草莓农来讲就觉得 听起来谁音这么少人 又常常常说他较聪所以才会很正 他说真的有多正 我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今天这位真不简单的是 卡大粒草莓园 这间已经开二十几年了 在苗栗大湖这边也在这里 但是听到这里都没遗憾到 但是问题他比遗憾更厉害的 有一点就是 他是我们去年 静青你会台语吗 可以但是不太练回了 好 我会国台语穿插 很不容易的是 在去年获得了防检局108年的 第一届永续善农奖 善农善良农友吗 不只是这样子的字面的意义 所以当时能够入围 前十名的袁静青 今天呢要说 他开玩笑的说 要很聪明也好 脑筋比较好也好 确实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主要就是要用 采取IPM 这个有害生物综合管理的方式 来管理病虫害的策略 来种植草莓 好啦 主角草莓就登场了 所以为什么草莓特别要活用在 用IPM的这种管理病虫害的方式来种 它是那么的值得 跟大家好好介绍 我们就请静青来说好了 静青 你会愿意透露你 今年种草莓第几年吗 我不是要问几岁 当然当然 我接手的话 今年是迈入第五年 对 大概在前两年三年的时候 其实是在学习的 然后跟着公公婆婆她们的话 还是惯行的农法 那不过我当初会接手 其实第一个啦 就是我公公婆婆她们觉得年纪也大了 有些是她们有点比较力不从心 那后来的几年 她们总觉得 是不是她们肥料下的不够 所以那个植株一直没有办法有 可以得到一个 可能我下的肥料 跟我的产量是可以成正比的 其实我从肥料开始了 那我接手的话 第一年我先去做一个土壤检测 这是在很多很多 就我所知 我们认识那边的农民 他们其实不太会去做这样一个土壤检测 那我们的改良厂 我们当地的苗栗改良厂 他们其实在推这样一个土壤检测 也很久了 就是那时候在推荷里化施肥 然后你先知道你的土壤 你的特性 还有你所土壤里面的一些维生物含量 或者是肥料的残留量 还有多少 根据这样子去下肥料 那我刚开始接手 的确我就从这个部分开始 那土壤检测之后 我发现的确所有的元素 它其实都是超标的 所以表示它土壤并不是不肥 只是可能过量了 让植物是没办法好好去吸收 所以太肥 太肥 其实改良厂他们也有去做检测过 就是说其实全部的都会偏高 各个元素都偏高了 就跟老一辈的人 他们总觉得是不是肥料下不够 就是长得不大顆 啊你肥料不够啦 呃长得不好看 啊你肥料不够啦 反正怎样就是都是在肥料不够的问题上 所以我第一点刚开始是从真的去做改变 你一得到那个结果的时候 你那时候什么心情 是想到什么 我就想哇 这么多年来 那个肥料的钱弄了这么多 那成本很多部分都花在哪里 但是你肥料太多 反而你植株可能不健康衰弱的话 更容易有病虫害 嗯对 可是我怎么会嗅到一股股 那个烟消味就是 天啊你现在知道了一个真相 可是问题那都是公公婆婆 多么久多么多年以来 辛苦的 养下来的成果 可是你要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件事啊 嗯刚开始去改变这样 肥料的用量的话 的确啦 他们他们还真的还蛮不能认同的 因为我第一年改变了之后 产量他们也有说产量也没有增加 嗯 那我说我如果用少肥料产量还增加的话 那就很厉害吧 那我用了比你们之前用的少 但是我的产量还是维持的 嗯 那表示它其实还是够 嗯 肥料还是够用的 那这中间大概有两三年 他对于我的 呃可能改变这样的做法 不太 不太能认同 所以 其实 那时候我压力还蛮大 还有我们的那个 亲朋好友也是啊 就经过就看到就讲 你那个 肥料不够啊 嗯 可能在下底肥 在打田的时候 可能 一分地可能 他们可能需要 可能要有四五十包 然后还要加另外一种肥料 还要加另外一种 呃 三两三种肥料 要去混合去搭 所以一分地有时候 可能加到七八十包 或三百包这样子 嗯 对 亲朋好友里面 也一定很多种草莓 对不对 当然 因为这是整个 苗栗大壶的这个大本营 草莓的大本营 是是是 欸 今天又到就是 都去给人品头论足 这样 是啊是啊 所以 哇 你是怎么扛下来的 这位袁小姐 你真的很强 可是不得不说 我公婆婆真的是还蛮 就是还蛮支持我的 他们大概就是 可能前一年第二年的时候 会有一点那个 声音会有一点不太 就觉得好像不太可以 但是 在第三年之后 就是情况有改善了 那 第一年第二年 其实我还是惯性 只是肥料的部分 那么在第三年 在这肥料慢慢的去做一个 比较合理的一个使用之后 第三年其实才 比较有看出一点点成效 就是比前两年的植株的一个健康程度 有在增加 增加它的健康程度 那我在前年的时候 其实跟改良厂就有合作 那个IPM的一个试作 那我那时候是有分两区 那一区是我们一般的惯性 一区是做IPM 那IPM的那一区的话 就是第一个它肥料 也是减用了 第二个它就是 IPM最主要就是减药 就是我们政府在推行的一个 农药十年减半的一个政策 那IPM区的话 它的 的确它的大果的产量 是比较能够维持的 可能比 惯性的 大果的时间 维持在长个 一个礼拜到十天 哇 对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的公公婆婆 反而会跟她的 一起工作的战友们啊 或者是朋友就说 这样的方法确实是可行的 嗯哼 但就会有人也 觉得想试试看吗 呃 有 其实我周遭的 像我比较临近的田的话 是我的那个叔叔 他也试着跟改良厂合作 然后去尝试一些IPM的做法 嗯哼 那你如果要做这样的东西的话 其实是 不只是你 你的林静田 如果能跟着一起做的话 那么他所有的害物 才有办法维持在一个 危害的水平之下 哦 就是大家一起防治 对耶 最好是整个大湖都是 这是 对 最终的目的 哈哈哈哈 我们这个梦想这么的大 后面慢慢再来聊 那现在先了解一下 卡多了 草莓园 这个基本的 当他是今天第一次见面的朋友 我相信很可能 今天刚好听节目的听众 其实来过了 因为毕竟是一个在苗栗大湖 二十年的草莓园了吧 以前就叫卡多了吗 是 我还没有嫁来之前 因为我嫁来大湖也大概有十九年了 你自己讲的 刚才说种五年而已 结果嫁来十九年 我不小心泄露了 嫁来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叫卡多了 我后来就是我接手之后 其实我保留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也没有打算换 因为我们的那个招牌上面是有一对脚印的 然后就取名卡 就是卡多了 谐音啊 一个脚印的卡 对对对对 就是耸个舞烂 而且是台语发音 卡多了 我这里比较大颗哦 那个这个名字的话 我觉得那 就我觉得因为也这么久了 所以也没想说去改变它 那但是对那个脚印的话 我就是重新去把它定义它的一个意识 因为那脚印的话 等于说我希望 所有来到我们大湖的游客们都可以 你真正的走进田里 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草莓园 感受田地 感受大自然 那我的话 为了让我们这些游客们能够安心的去走进田里 所以我选择改变一个做法 往IPM的方向去吃心 对 怎么样才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叫做安心的采摘草莓园 那初步的话 其实IPM的话 我觉得政府推出这样一个管理方法的话 我觉得在各个农业 其实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因为它并不是要求我们所有生产者去做到 我可能完全不喷农药 我完全不用化学肥料 我去做到可能很很健 非常的健康 非常天然 但是这样有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经济水平 我觉得我们做农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经济 那么IPM的话 它它的精神有三个原则 是其实比较吸引我的 它第一个 它是让我们的田里的有害的生物 我们把它的族群控制在能危害我们的经济水平之下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的话是我们尽量不要用化学药剂的防治方法 那第三点是如果说真的非得要用到化学药剂的话 那我们选择比较低毒的对我们的人类 对环境对我们的有益为生物是最安全的一个方法 对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原则的话 是可以顾及到我们的一个经济 又可以让我们的环境是能够永续下去的 第一年尝试之后我发现 其实不像说那个农药 我们必须要算一下安全期 但是那个五毒的话 因为它没有安全期 你就觉得它可以随时随地的喷 那并不是 因为我第一年做的时候就觉得 我这个时候防治什么 我这时候防治什么 但是就是可能时间有点密的 把它当成农药这样子去做防治 但是今年下来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是要学习 我们其实应该要学习说 我们必须要学会诊断 诊断评估 就是我的植物是需要该做怎样的防治 而不是觉得把我们以前的做法 是把农药当成平常就是我们预防 所要用的东西 所以那因为草莓 它是连续采收的东西 你注意去看就是各个排行榜 可能很毒的东西的话 它都是连续采收的 那连续采收的作物的话 它可能同时有花有果有叶子 那么它们防治的时间点 可能就会落在同一个 你还在采收的时间点 那我们如果采收的话 势必会造成植物它会有伤口 那么有伤口的话 就我们就会必须做杀菌 草莓一直让人家觉得很毒 是因为它连续在采收 它又有花 它又有果实在 所以我们才会比较长去使用 那么以前的话就是杀菌的话 就会第一个选择是用农药 就是惯性的方法 IPM的话它是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部分 换成是比较无毒的东西 无毒的资产去做防治 但会比较贵 对 这就是农民不太 不太 能够采取的措施是吧 是因为农药它比较塑效 我可能喷一次 我就可以维持有一段时间 是OK的 但是无毒的资产 它可能需要 你像有菌的话 它可能每个礼拜去补充 维持它根圈的一个菌素的数量 因为无毒的东西 是目前比较少农民去使用 所以相对它价格比较高 我就能出现一个画面 就是去年有一次我感冒 然后就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赶快去看西医 马上就拿到药了 然后就是抗生素 然后家人马上阻止我说 你为什么要就这样吃抗生素呢 你去看对面的中医就好啦 我说中医 中医很慢耶 然后就说不贵 就硬是被抓去 结果改吃中医 中药 然后当然就慢慢好 这样我想到你刚刚讲的 就是农药很习惯了 对 塑效 就是效果很快就看见了 但是真的没有去想背后 其实人是有复原力的 可能草莓植物都有啊 要不要给它多一点时间 对不对 不要一下子就把那个 想要把坏的都杀光 但是也都杀到好的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点 为什么用农药的话 就去前年我们在 我市一区是IPM 一区是冠型的话 可是IPM的话 它不见得比冠型的差 收成吗 就是收成啊 还有植株的一个 健康的程度 冠型的话 其实我们 有跟专家们 他们就研究 结果是因为我们 一样是这样子喷药 但是就像你刚讲的吧 所有的坏的也杀掉了 但是相对的好的 生物也都杀掉了 所以他们其实环境 是造成一个失衡的状态 一个农田里的话 一定会先出现害虫 因为它有它的食物来源 就是像草莓 草莓种进去了 那么害虫一定会先进来 那害虫进来了之后 它的天敌才会再进来 因为它要吃它的食物 所以初期你就是会有 必须忍受密度低的一个害虫存在 我们可以用其他五毒的方式 等到它的天敌昆虫进来的话 它们自然其实会相制衡的 就在你接触用IPM的这种管理方式之前 你是用什么方式 就面对这样你说看到了害虫进来了 虽然你也知道它的天敌是谁 可是那时候不是用这种方法的话 是有什么很大不同的管理方式吗 就我公公婆婆他们教的话 就是当然就还是以农药为主啦 到现在的话其实农药行他们也会 他们会先说如果密度低的话 要不要试看看五毒的 那我觉得年轻的一辈的话 他们比较能接受可以先试看看 但是像我公公婆婆他们那一辈的人 会觉得我一劳永逸 我就是直接买农药去杀他就好了 其实有时候他们在讲说 会不会是运气也有关系还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你调配的剂量 第二个他可能你喷的时间点是对的 喷的时间点还有刚好他被你喷到了 就可能没有了 但是以前我们在管理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把农药当成是保养品 就是说他们那时候教是说 我必须要防治的可能有灰霉啦 有白粉啦有碳居病啦这些的 那我至少半个月或一个月要必须要防治一次 所以我这些要必须就要喷一次 就是即便你没有看到这样的病症 但是我必须都得喷一次 预防性投药 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真的需要去改变的一个观念 这事情也不容易沟通啊 对不对 对我刚改变那一年的话 因为我大部分会是在可能销售的部分 所以我公公他就是会帮忙我做防治的工作 第一年的时候他就是每次踩完他就问我说 诶要喷什么 我说应该不太需要 我看到植株是没有需要防治的 他听一听他就也没讲话 但是过了五分钟他问我说 可是没有喷是不是 那真的不用 对 然后我说不用啦 那个上礼拜我们才做可能有喷了他的那个 无毒的脂裁 那就是天况也是好的 他并没有下雨 不会被零洗掉 那在第三次他要问我一次之后 我就说好 我去配 我就跟他讲 好我帮你 我觉得应该要防治什么 但是我其实是可能用那个叶面肥让他去撒一撒 结果他撒一撒就说 我觉得安心了 晚上可以好好睡觉了 是一种心安的过程啊 对 所以老一辈的农民 他们把他撒药当成是 可能比较安心 我防治到了 那我就不用怕他有任何的 对 不能成为防疫的漏洞这样 这句话非常适合现在来宣导 不能造成任何防疫的漏洞 原来我们老一辈的人就是这么的战战兢兢的在 对 贡献农药的钱 你说的哦 你现在真的有跟他讲哦 做人媳妇很厉害 很勇敢 我觉得有听得到那个这里面很不容易的地方是 毕竟静情你是媳妇的角色 而且种草莓 哪有十几年的公公婆婆酒吗 经历这些 可是他在要去草莓园的时候 竟然是要问你说 要不要做哪件事 就是你们很明显的就是主导权 就是完全尊重你 交给你了 对 这是怎么争取来的 刚开始也会那个啦 他会觉得应该要介入我要做什么 但是后来就是像我讲的在慢慢在第三年之后 他会觉得 我做出来是的确是有一点成绩 那当然跟其他人比也不是最好 就是但是改变方法之后 你像我小孩子其实也都蛮大 我小孩子已经都高中了 有时候他们假日的话 我因为用这样无毒的话 去让他们喷 我也觉得都是很OK的 那我公公他其实他们也 他们说要交给我们管的时候 他其实也放的蛮阿沙里的 那就是我们其实工作上 其实也分配的还蛮清楚的 就是可能在我的内行的是什么部分 那他们可以做的是什么部分 所以他就觉得说 那完全我来做主导的话 他觉得他也乐得轻松 公公很聪明 会像有些老人家想不开 就硬要管这样子 就搞了两败俱伤 哈哈哈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 大家好 我是卡大了草莓园的西幽 袁敬青 你今天吃草莓了吗 欢迎收听农民食堂开饭咯 我相信在苗栗大湖这边的草莓产业 这么的庞大 那在今天我们的来宾 卡大了草莓园 现在的负责人袁敬青小姐 他能够用IPM的这种 有害生物综合管理的方式来种草莓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在扭转现在大家对于草莓 农药残留啊 这些刻板印象是一个很 很具体的做法 所以也才能够获得去年第一届的永续善农奖 其实得到这个奖的肯定 再放回来在整个产业来看的话 同样跟你一样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草莓农 在这里你的周边应该也很多 对不对 那能够一起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实践的那个可能性 你觉得现在看得到什么曙光吗 就会不会有越来越多人愿意这么做 就我看到的话就是 当然是以青农的部分 他们数量比较多 就是想改变的数量 那么我看到也有部分的就是 大概年长一点的 大概五十五十多岁的 我看到也有也有 其实都是一个一个小区 一个小区开始在做改变 他们会做到先从减药开始 然后慢慢去做到可能更友善的方式 那青农的部分就我知道 其实在我入奖以前 其实就有部分人是这样子做的了 就是慢慢在改变 那这几年因为死安的问题 那越来越多人 其实越来越多人投入了 那我回来的话 其实我跟周遭的一些农民讲 我说 IPM的话 它最大最大 对我们的最大最大的一个 可以参考的点是 它并不是要改变你们的用药 让你们完全就不要去使用农药 这是我一开始讲的 我跟他们说 像我去做简报的话 其实也有里面的评审是那个 各个专家 他们说 其实也不是要我们完全不用药 要精准的去用药 那把药当成是药 它毕竟还是药 你正确的使用的话 那是可以帮你把各种病虫害 去做到一个密度的一个降低 那我们把密度降低之后 我们用搭配这样无毒的制裁的话 你才能让我们的田地 我们的环境 对我们人体 其实可以比较健康 因为其实我们喷药的人 我们在 我们第一线在生产者 在去做喷药的动作 对我们本来就是很伤害的 比消费者末端 他们在品尝那些草莓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伤害是更大的 所以这样的IPM的话 我觉得 不只是让我们消费者觉得是 可以安心的方法 其实最主要还是要鼓励我们生产者 去投入这样子 其实我们还是要顾自己身体的健康 对啊 你自己这么多年来看到 公公婆婆在他们那么多年 用冠型农法 在种草莓的时候 也有替他们捏过冷汗吧 有啊 我以前刚嫁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是可能桌上 桌上就会被一个什么解毒碗啊 什么的 就是说他们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喷了 呃不太舒服 其实他们的呃有戴口罩 然后也有戴手套 但是却却没有穿到说像防护服这样子啦 因为他们说有时候就是很闷很热 所以其实不太会去喷 就是有戴口罩有戴手套啦 他们说有时候会不太舒服 就是以前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天啊 你要喷那些药 那回来又要再吃解毒碗 那你何必咧 解毒碗哪里买 解毒碗是农药行在卖的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耶 农药行如果卖解毒碗的话 那就从头到尾都赚啦 对啊 因为可是这也算是一个后端服务啊 因为毕竟受服 对啊 这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讽刺 可是农友应该会知道说 对他也接受这件事情 毕竟就为了要有收成嘛 是 就是 呃 了钱的生意绝对不会去做他的 可是 有时候自己 宁愿也扛着一些自己身体的牺牲 但就为了赚钱 我曾经听过一个广播 那他那个主持人讲的说 我们人呢 五十岁以前呢 都用身体在换金钱 五十岁之后呢 就是用金钱来换我们身体的健康 因为很让人感慨的话 对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影响 我听到我就觉得 虽然它是一个 也是他们老人家喜欢听的节目啦 因为他们就 那个电台就是卖很多可能健康食品 对 然后这句话我就觉得 好急重人心啊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做农 那我们就从我们的源头 先做一个管控嘛 我们何必要买解读完呢 真的 你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 你说慢慢慢慢也看到 现在的草莓产业 大家有些人慢慢也选择 这种方式的情况 你看得到哪里哪里 我想请问一下 肉眼怎么判断 它是 它是在从事 IPM的减 减药的管理 或者是它是友善耕作 就同样都长得是草莓圆啊 你是怎么看 我的话是 我们改良厂 它其实有合作的话 它会有那个 IPM管理示范田的棋子 那它会插 那有一些店家 它其实 它的那个招牌 或者是它的那个店门口 它会有 它会有写说 它是友善耕种 或者是它是有 生产履历 那我自己本身 当然第一个 我是有那个 示范田的IPM 然后我也有 今年也有申请到 那个产销履历 所以我也 我也有把它挂出来 对 所以一般的 光光的田的话 它其实有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凸显说 我们跟其他草莓园 其实不一样的 我们其实主要追求 是让你们能够安心采草莓 是安全的草莓 你们来这边采的话 你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药的问题 药碱的问题 回去的话 那当然客人也会问说 那我草莓 是不是就不用洗了 我说 不是 也是要洗 因为我们不是温室的 我们还是入天的 那还是会有灰尘 会有泥土 然后或者是有虫爬过 你也没有看到 所以还是要洗 虫爬过吃下去 应该没关系吧 我这个住农村的 敢这么讲 没有啦 还是会洗啦 跟大家开玩笑的 就是还是冲一下啦 对 就流水这样冲过去 就可以是吗 但是在现场 那种现在正好草莓产季里面 然后大家都喜欢 去亲自采草莓的这种 享受这个采的过程里面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 有采草莓这件事情了 种草莓比较多 开玩笑的 那请问一下 采草莓啊 这个应该不是现吃嘛 都是有这样规定 对不对 因为要先秤重之后 结账完之后 要怎么吃是后面的事 对不对 大部分 我们这边园区开放的话 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收入原费 所以进去的话 其实我们也不限人数 也不限时间 就是你采多少秤多少 所以我们园区内是 没办法可以让 边采边吃的 对 都是要出来秤重之后 然后我们也有提供 可以洗草莓的容器 然后跟水 然后你可以洗来 那边有桌子 有椅子可以坐着吃 对 我觉得啊 既然是IPM管理嘛 那个无毒 无残留 真的会让人家忍不住 想就先吃两颗耶 真不应该 不应该 我们其实在客人进去之前 我们也有洗一点草莓 就是给客人先试吃 进去里面的话 就会觉得 我没有自己去 去采 然后看那一颗 觉得好不好吃 总觉得是不是 老板拿出来的比较甜 所以他一定要试吃看看而已 所以其实 其实观光的话 大部分 大部分的草莓园 在你们 就是可能试吃个 那么一颗两颗 其实都是还可以 忍受的范围 就是没办法让你们 可以整圆那样子 像吃一斤两斤 这样子吃到饱 对 所以 可以忍受 很低的一个试吃 辛苦了 辛苦了 我相信这这么多年来 你们应该看过 柴草莓的人生百态 对啊 那个 人家讲那个什么 一种米 两百样人 对 但是 但是不得不夸奖 现在的 其实 来柴草莓的客人 他们整个素质提升了很多 我有看到 爸爸妈妈 带着小朋友来 然后他会跟他讲说 里面是不可以跑 你们拿剪刀 不可以跑 那柴草莓的话 你一定要看到红的 然后轻轻的拿 然后把它剪下来 不可以随便乱丢 我觉得真的听了 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不止我们环境 都在永续 我们这样的高素质 应该要永续下去 嗯 这些 怎么样柴草莓 注意的小细节 不是在一开始 他们入园的时候 你们也要再讲一次吗 是 我们其实都会讲 就是说 刚进去的时候 我会跟客人说 其实你们来这边采的话 你就不要期望说 你要放个五天啊 六天啊 七天 你要放这么多天 我觉得新鲜 你们不见得要采的 很多很多 你以三天 四天内 你能吃完的量 那你们采的熟度 大概是抓八分到九分熟 就是说 它的熟度 在八九分熟的话 它是 甜度是比较高的 嗯 那你们吃起来的话 就会 会当然会觉得比较甜 其实让人亲自来采草莓 然后这样子的卖草莓方式啊 你说喜好 身为你是种植的人 你是草莓园的负责人来讲 你会觉得比较喜欢自己采 采来以后装箱 然后贩售 你会喜欢哪一种 我喜欢就是客人来采摘 我跟客人聊天 是这样 也不是啦 就是说 我觉得往后我们要做的都是 去教育这样一个客人 然后跟他讲说 这种种植 其实我今年做这样下去 客人来的话 我大部分他们询问的话 我都会跟他们讲 这样的一个管理方法 然后我们种草莓的 可能各个流程 有的客人他会问 你像我们下一年度 要种的草莓的苗的母株 我们从十二月份 就开始在预备了 嗯 然后到草莓季结束 可能四月份的时候 或者三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 再到我们的苗场 开始去做整理 然后草莓季结束的时候 就是开始我们的 雇苗的时期 雇到九月底 十月初 然后把它种植下去 所以其实我们整年 都是在为了草莓的种植 在准备 嗯 但是我们知道草莓的旺季 就是这阵子 对对对 就是冬天的时候 那很多客人 其实他不知道 他就说 那你们草莓 种完之后 你们在干什么 对就好像我们草莓种完 好像很咸一样 然后种草莓的人很有钱 因为种它那时候 就可以要吃整年 啊 是 其实是没有 真的我们从十二月 开始在预备那个苗的话 它的管理的时间 呃很长 所以为什么草莓 我同学有说 你那草莓是 水果界的机油骨 嗯 我说是 我不否认 因为它单价 确实是蛮高的 但是它的 所耗费的一个 一个工时 是很长的 嗯 所以所用的 所用的一些 呃 可能防治制裁啦 或者是其他的 都是 其实相对的 比其他的 水果来的高 毕竟就是细皮嫩肉的 对啊 娇生惯养的 它就连皮吃的东西 对 你一点都不能 把它搅到 就现在你 你自己想 大概不用剥皮的 水果 但没几样吧 就是番茄 但是番茄的皮又很厚 嗯 可能草莓最最 真的是最较嫩的吧 趁着哦 现在大家 哇草莓忘记 草莓浓 就现在最忙的时候 我们还把它 请到节目里面来 就是因为 也想趁这个时候 让大家 更认识草莓一点 其实草莓哦 我们看到草莓 就长得这样 鲜嫩欲滴 红的要命 然后很可口的样子 可是它品种分 很多很多哦 在台湾 你所像 近期你接触的 你种植五年多 但你的 较大了 草莓园 已经二十岁了 你们的品种的改变 有过哪些历程吗 嗯 最早的时候 我听我公公婆婆讲 是种 有一个叫燕红 还有桃园 四号 它就是很很大颗 但是吃起来 并不那么的好吃 后来就是以 风香为大宗 哦 风香常听到哦 就丰收的风 香气的香 对对对 它是我们 大湖 大概有三十几年的 一个一个种植的历史了 嗯哼 那我接手的话 其实第一年 第二年 还是以风香为 全部的一个种植的面积 那后来第三年的时候 因为风香 它在 我接手这五年的 前 前三年开始 其实它在 育苗期 它在月下的时候 已经不太能够适应台湾这么热跟湿的天气 所以它的碳居病非常严重 在我们育苗期其实就有很死亡率就蛮高了 大概抓有到三成 那我们定植到本田的时候 大部分农民它在底肥 就是我可能在最最最最开始要把跟那个翻土的时候放的肥料 那时候蛮多人用鸡粪去去打肥 后来的这几年 其实天气变化的温度上升的非常快 在我们种植草莓的时候 就是还很热 有时候甚至到11月份都还很热 所以它可能在肥料下去 然后本身那个苗 它对于耐热的程度并没有那么高了 肥料下去 然后你浇水它会发酵 所以整个可能更热 或者是它的肥份整个氮素更高 然后苗受不了 所以在五年前 其实蜂香这个品种 就是面临很很大很大的考验 就是很多农民种下去 可能我的补值率有到五成 有的到六成 有到七成 那相当的相当的严重 因为我们 补值率就是就像类似补羊的意思 死掉了 对死掉了 我又在补 那我们那时候一株苗 大概蜂香的话 大概抓八块九块 后来越贵就十块 目前这几年的蜂香 一株苗大概要十二块到十五 那么你如果补值下去 我可能种 我一分地大概抓四千五百颗到五千颗 一般农民最少最少都是两分地起跳 那么我就先估两分地好了 两分地如果要一万颗 那我这个苗的本钱我就要十几万 以十块钱来说我就要十万 那么我如果补值有到一半 我就要十五万 所以我都还没有收入 我光一个苗我就十五万 我还有肥料 我还有其他资财 我还有人力 对 其实都还没算 所以那几年真的大湖的那个农民真的很辛苦 他们就是光这个初期的本钱 他们其实投入很多 但是却没有让之后的收成是有保障的 所以这两年其实换成是香水这个品种 香水草莓啊 对 因为是你现在选择的品种吗 对对对 我现在田区里面就是有 我有保留少许的风香 就是以前的记忆中的味道 然后其实大部分面积都是中香水的 因为它比较耐热 对它也耐储存 所有做甜点的草莓一定都是香水 为什么 因为它耐储存啊 然后香气是不是 香水是因为它的香气吗 是为什么 主要是耐储存 然后它的颜色整颗可以红得很漂亮 它即便后面那一面没有晒到太阳 它也红了 跟以前的风香没有 以前风香是后面如果不晒到太阳的话 它会有一点白白的 对 香水它卖相也很好就对了 对主要卖相好 然后耐储存 我可能 因为草莓其实它本来就 印象就是不耐放了 如果说我能够把储存的时间 多个两天三天 那么对于中盘或者是在最末端在销售端吗 对对对 它比较能够多一天多两天多三天的时间去把草莓做销售 不会像风香可能有时候 那时候听到比较热的时候最夸张是我可能早上采 但是到下午可能送到销售端的时候 它就有一些些的破皮啦 那它们那个就其实就不太耐放了 对 其实我有看到一份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资料 它说日本的草莓它们的本土品种高达312种 我就只知道草莓而已 原来草莓有那么多品种 然后像刚刚你提到的香水啊 风香它们都有 还有所谓红颜杏香白草莓这些 那风味都不一样 所以台湾来讲 台湾也有所谓的本土品种吗 目前我们那个改良厂 它有研发一个炼香 有有看过这种报道 恋爱的炼香水的香 对对对 看名字就觉得哇 好浪漫 农业知识小百科 米烤了没 你知道草莓界的香奈儿 是指什么品种的草莓吗 5 4 3 2 1 请解答 农委会苗栗区的农改厂 经历了6年的选育研发 在去年108年 发表了草莓新品种 苗栗一号 炼香 这是第一个孕育成功的新品种 尤其炼香种苗的气候适应力强 被视为气候变迁 和病虫害威胁下的救援品种 对农友而言是一大福音之外 对消费者而言 更具吸引力的是 炼香的果实大 而且形态美 香气特殊 糖酸比高 是目前国内量产的糖度 达到最高的品种 品质直追日本的知名品种 非常具有竞争潜力 所以被视为是草莓界的香奈儿 它的甜度的确 它就是比香水再高 目前因为它 它其实数量还不多啦 我目前也有去试着培育一些苗 对那就是 今年再去培育一些苗的话 明年我可能也是小部分的试看看啊 那今年其实大福香还没有足够的一个耕种面积 所以还是要几年 可能明年或后年整个试试看才有办法把面积整个扩大 还要再扩大面积啊 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它改良厂释出的苗是150株 那通常我我们香水如果育苗的话 我们如果要育有三万株的话 我们至少要有50到100株的母株 我们整个大福香的耕种面积这么大 我们需要的苗量这么大 它只有释出150株 还不够 这种情况被大家都要抢 就是它那时候释出150株的话 它是各个产销班去分配啦 所以就是看个人去管理 它希望改良厂育出来 当然是他们有他们的方法 他们可以很规律的去让他的那个走慢 是有有有照他们的想要的去走 那可是各个农民还有各个人所管理的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目前为止是这一季草莓其实量还不多 下一季的话可能会会再增加一点 那么它吃起来的确是比香水来的甜 果实也比较大壳 身为草莓奴在这么大的战场 很大耶 对啊 大虎的草莓占了全国的八九成 这种在就生活在战场里 又自己要选择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打仗的方式 你这个角色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要 未来的路的那种 你的战斗力是怎么样继续让他维持住 我觉得真的维持 尝试不难 但是坚持才是之后的重点 我今年就是申请了那个产销履历 那做到这样IPM的话 其实客人他们问的话 我当然会强调我的一个 所要主打的一个方向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客人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说因为我在价格上也比其他惯性的可能会一定会高 因为我所付出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客人其实大部分可以接受 我说因为你们来采的话 你们一季草莓 顶多就是可能来采一次或者两次 那么一次采或一般的小家庭 可能就是两斤甚至三斤 绝对不会超过四斤 那你如果多付出一点的金额 但是你虽然多付出一点的可能价钱 但是你采到你是保证你安心 不用害怕农药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倒是你们可以去评估看看 你们觉得不OK 那大部分的家庭的 他们都觉得说的也是 对因为他们其实蛮关心 每个来采草莓就讲 老板你们什么时候撒药 所以还是说可不可以采了 这么内行懂得问说什么时候撒药 就是说心知肚明的问题 但是他们就是会问一下 那我就会跟他强调怎样的点 所以我觉得这是往后要跟客人说 然后让他们去评估 那也是跟其他产美人去区分开来的 那价格的话 我觉得现在在做这个的话 其实价格的确是我们会比较 该怎么说 惯性的话他们会 当然价格会比较低 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挑战的 就是跟客人说 你要怎么样的东西 那他说 他的价值是在哪里 就是说我可能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的价值在这边 是你要选择安心的 还是选择你喜欢价钱低的 当然有你们 这是也是我们会要教育的 就是有个人跟我讲 他也是做这样的东西 但他跟客人说 这就是玫瑰红跟特级红的区别 什么意思 就是一样是红酒 但是它的等级是哪一种 对你要什么的价钱 然后你就是挑什么样的东西 对 有时候价钱最后如果变成是消费者的考量 他最后就是没办法 我只能选择价格比较便宜的 其实会有点难过于说 为什么结局会是那样 会会会 我们现在其实也遇到 就是他可能问一问 他就可能沿路这样子 问问问问问着过来 然后就老板你们多少 然后说了之后就讲 那前面卖的比较便宜 我说可是我们追求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做到了这样子 我做到这样子 我做到这样子 当然价格我没办法跟他们去比较 就是看你们怎么选择 其实我今年这样子 大概跟客人说下来 大概有一半的人 但也不是说很多 就是一半的人 他觉得他可以接受 因为讲一讲也没错 他也没有要拆很多 但是安心 对啊 对 然后一副以为是你来搞批发的 是不是 想说拆这些 那一拆拆两半 哪有啦 自己一个人吃也吃不到多少的量 你就去支持一个友善环境 而且吃了健康安全的农友嘛 就是消费者自己 我觉得是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已经太习惯于觉得 便宜就有 就有很方便的东西了 我有必要要去付出 比较多一点的成本 而背后我还得去清楚说 哦原来背后是因为 他付出了什么什么 原来是对于环境的差别 有什么什么 还得去听那么多功课 所以那个如果有人愿意听节目 今天听节目听到这里 我真的很谢谢你 而且我也恭喜你 对于采草莓 认识草莓 吃草莓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新的想法 跟新的选择 那今天来节目的是 卡大粒草莓园 你这个咖哦 我们很难跟大家介绍你的品牌 咖是注音的科阿咖 咖大利草莓园 念国语会变这样 对啊 所以我我是直接台语 反正我闽南了嘛 那真好真好 那有应大家来描力大福 大福的台语要怎么说 对哦 OK 你跟你说好 你跟你说 跟大家揪一下 你跟你说 说 就请大家来 用台语吗 对啊 对啊 有点没练动 你就用没练动 老闆娘呢 我看你有我没练动 大家 欢迎大家来描力大介 XL Zu revival 我回去台南我妈都讲说 你讲的台语是什么 不错了不错了 谢谢金晴今天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米姐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想听到更多农业与农村的话题 在网路上搜寻四个字 咪咪之音就可以听到咯 我们下礼拜一晚上六点空中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